有人当头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文杰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国内新闻 首先呢冬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的天气似乎 掩埋的天气 十有十五有时候也会很严重 这种现象应该怎样去解决呢 对那冬运会呢 随着就是会在两周后举行 那这个印尼的这个火焰呢 就是零火焰埋的问题 可能会在卷这个大马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天然资源 还有这个环境部的 那都市里望中纳迪呢 他有说到 尽可能就是在这个冬运会呢 举行之前呢 就是和一个印尼的环境部 还有相关的部门会面呢 就是避免就是要跨境 焰埋这个问题发生的 所以呢他有说到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这些消防人员啊 直升机 还有这个特别天灾援助的 这个拯救部队 到这个印尼去协助他们的 同时候呢 还有说到就是 这个他们也会在这个 这个部门呢 还有这个副秘书长 纳都市里阿兹木丁啊 还有这个印尼政府联络的 安排会面来 向他们表达大马 政府呢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给予协助的 这个状况 嗯是的 所以 呃 区域问题呢 尤其是东运会 马上开始呢 大马也有意去协助 印尼来解决目前天气 状况的问题 不过可以看到哈 它的着火点是越来越小了 呃 从四天前 呃 还有就是呃 还有72个着火点 不过这些着火点今天啊 就昨天早上已经消失了 所以也看到印尼这 政府这方面的努力了 对 我们的天气也已经好转了 呃 但是就业险这个事情 似乎还是没有转机嘛 对 其实呃 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是下下意愿呢 他们提成了一个叫做 2017年就业保险系统法案 呃 就是说到国内雇主 还有这个商家呢 认为这项法案呢 并没有带出这个 真正做到惠民的 呃 这个 呃 方案 所以呢 他们促进就是 呃 促这个内阁呢 就是重新可以检讨一下 同时候 正在想方 就是设想 求助各个部长呢 就是 在星期五内阁会议前呢 有可能有一个新的转机 所以呢 他们希望 就是朝野呢 国会议员呢 可以三思 先去解决 这个法案 是否可以真正会 就是会及到 这个打工一组啊 不要轻易通过这个法案 嗯 为什么呢 这个就业保险 不是很好的一个保险吗 呃 的确 的确上是非常好的 呃 这有说到 就是马来西亚中华 呃 商会 呃 这个就是总秘书拿到 卢成全 他有说到 呃 呃 我们国家呢 失业又没有获得合理的赔偿给员工 因为每年都不几一巴仙的 所以呢 他说呃 政府呢 却强制就是 全体的这个雇主 还有员工要去买单 买单就是所谓的这个呃 呃就业保险 所以呢 这些呢 是一个不呃 平等还有不必要的一个条例来的 因为他说实际上呢 政府只需要拨款 就是五千万给这一个呃 人力资源来冲 呃就是冲作一个失业 还有培训用途的一个基金 能确保这些保障到这些所有公司倒闭 而没有给予这个合理赔偿的员工 二三十块 对 是看他的那个资金有多少 哎 这个人工 呃 呃 什么人工工资有多少 对 嗯 看来这这项 但是这项假如说 有什么对于员工有什么好处吗 假如说我失业了 这个就业 这个保险金 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难道就是 如果假如说我证明我失业的话 那么政府依照我平时所交的 这个就业保险金 会每月给我拨出一些补助金吗 呃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有说到 呃 其实还是之前的一个新闻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呃 呃 2017年就业保险系统法案呢 主要就是这些被解雇的这些打工组 可以领取最高六个月的就是求职 禁贴还有收入的减少禁贴 而这些禁贴呢 原本是薪金的30%还有80%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这个所谓的就是呃 这个保险的 所谓2017年就业保险的这个钱的 不一定的 他是需要打工两年以上的员工 嗯 他之后是无缘无故出费 公司突然倒闭 他才能拿到这个保险 如果是好像呃 是自动 各个人离职的 离职的话 他是拿不到这个保险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呃内容都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不一定能拿到这一个保险的 是嗯 但是既然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就业保险呢 也许我从来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是就是难免 就是所以对员工某些程度上也不是太公平的一件事情 也许有的员工真的因为公司倒闭了 嗯 然后他他能够得到这部分的就业保险金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员工都是因为自己不想干了 是啊 或者就离开了想找另外一份新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很难拿到这个就业保险金了 嗯 是 所以如果你要让这部分员工也同样交同样的的家庭 给这样子的一个就业保险金的话 似乎以对他们也不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 嗯 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远来记忆吧 嗯 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包括现在大马反贪局委员会 正在寻找12名男子的下落 以协助调查马六甲 由警员涉嫌收贿汇汇金的也是 这个其实收贿汇汇金就包括马六甲的非法赌博和按摩中心了 对 所以呢 反弹会呢 将会就是呃 将会援引就是2009年反弹会委员会法令呢 就是要求着12个人呢 就是协助呃 调查有关的这个案件 所以呢 从照片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12名的人啊 都有名字了 嗯 这个身份证号嘛 也有在这边呢 所以呢 可能可能 他们需要出出面的就是可能向警方 呃呃 去 谈这样这个事情的 所以呢 反弹会呢 在呃 昨日呢 的文告当中也说到呃 反弹会呢 希望这些人可以协助马六甲呃 呃 5月所发生的这个案件 目前为止呢 这个反弹会呢 已经呃 呃 逮捕了13人 当中呢 有9个人 竟然是警员了 对 警员 所以呢 也现在目前来说呢 也需要去呃 有一些人 寻找一些人做调查 以协助案件的破案 另外一方面 反弹会呢 于 今年的5月份呢 也是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 在马六甲就展开了行动 那么 逮捕了 涉嫌包庇 非法赌博中心 和按摩中心的警员 那么 这也是 反弹会近期 对警队展开 速摊行动 呃 的 其中的 一项行动了 嗯 呃 我们 之前其实在社区那些事当中哈 经常谈到有一些说 有一些社区 他有赌博中心 然后 没说按摩中心了 主要是赌博中心 还有一些吸毒的地方 然后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赌博中心 呃 每次都除不掉 然后 抓一次 他躲一次 躲完之后再来 然后警察呢 嗯 不知道怎样 反正是 坦白说 这个事情就是完全 拒绝不了 坦白说 好像我们去到每一个区域 无论是哪里都好 就是经过一些商店 嗯 他的招牌 很奇怪 咱 怎么样啊 呃 有些招牌还是没有这个公司的这个 我们每个公司都有一个注册号码 是啊 有些招牌是上是没有的 嗯 然后他们的门口 就是还在 就看得出他们在营业 嗯 然后呢 但是他们的门口 前面呢 都是铁板的 然后是黑色的 然后 他们需要 就是很 不像 一般的这些公司上班 没有窗子是吗 没有窗子呢 用窗帘拉响 又就是铁板 护响那种 对很多都是用铁板的 那就是赌博中心咯 呃 对 如果如果 无可能的话 大部分 我们猜测可能的话 应该是赌博中心 就是如果我们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就是看得出 嗯 因为他的那个 所谓的 他们的 通常的模式都 都是这样的 大同小异 嗯 对 就感觉 诶 一定是赌博中心等等 不会 不会是别的一些 呃 一些商店之类的吧 不会是 对 所以呢 这样子的事情 确实警察也抓 但是呢 这样子是事情 没有办法去杜绝 嗯 抓完一次 他还会来 然后接着 然后过一些日子 警察再来抓一次 他还 抓完之后 他还会来 一直长期在这逗留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完全 呃 取缔不了 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了 呃 原因呢 其实也许今天 我们的新闻 就给大家了一个答案 或许内部的警察跟赌博之间的这些相关的负责人有一些联系 才得以这样赌博业继续长青的发展在这个地方 的确 哎 这件事情我们也是需要去去关注啊 然后去去递他们 但是说我们的人民不要去赌博 直接直接的这些不会有人营运 就不会开这些非法赌场 嗯 但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出现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啊 人要有欲望的话你就要去就是你要提供的话那人就有这种欲望的话 他是要去的 除非你没有提供你没有提供是拒绝了那他没有地方去赌了 所以其实双方面都要有一个 是在政策上一定要对这方面一定要决绝一些 对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马哈迪和阿摩扎西最近之间的对战吧 对那阿摩扎西有回应这个户头两亿的事件 所以呢 呃 他有说到就是他们避免谈就是前首相敦马指控的 呃 就是呃 其在担任这个呃 呃 物卿的团长 呃 物卿的团长 呃 呃 时人后呢 他的银行户口拥有就是两亿三千零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他 他在这一个会议 就是不在会议室有保镖的保镖下呢 他们就匆匆离开了 所以呢 他没有 当媒体追问有关于敦马的这个指控他就是银行户口有两亿 就是三千零级的问题呢 他不 没有给 给予一些回应啊 嗯 所以 最近 之前上周五的时候吧 没记错的话 是上周日 上周五的时候 应该是阿摩扎西呢 在一个会议当中就出示了马哈迪的这个身份证 就原来的身份证 然后阿摩扎西呢 也说他不用调查原来的身份证的名字 你就包括马哈迪上大学的时候 上学校的时候 他从有记录的名字 好 注册记录的名字 你看看那个名字是什么就知道 马哈迪是不是有印语血统了 啊 这是阿摩扎西的说法 但随后呢 马哈迪呢 就给予反击 两次反击 第一次反击呢 啊 就说阿摩扎西跟啊 他曾经有求过我 他要要求我一起联手来对付那几时 那几下台 他想当首相 然后这是第一个事情啊 然后第二个事情呢 也就在昨天的时候吧 马哈迪又开始进行反击 还是前天的时候说 在这个阿摩扎西当 呃 乌清部 乌清体部的部长的时候呢 他的账户里有两亿三千令吉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马哈迪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够 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来调查 嗯 但是记者有问到啊 有问到阿摩扎西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的银行户头里曾经又有两亿三千令吉 是啊 然后阿摩扎西说呃不予回不予回答就急匆匆的离开了会场 这件事情 看来这个双方的对峙已经开始了 阿摩扎西给马哈迪一拳 那么马哈迪给阿摩扎西两拳 然后究竟呢 谁能把谁打倒呢 这件事情如果继续爆料的话 双方都会损失惨重的 是 但是呃似乎到目前的情形来看待哈 这个马哈迪手中掌握阿摩扎西的这些 很多痛角 痛角还是蛮多的啊 那阿摩扎西掌握马哈迪的痛角 感觉上是有限的 嗯 所以呢 按看到目前这种情形的话 相信阿摩扎西啊 趁早收手就收手吧 不然以后在在在第14届大选要竞选 竞选这些职位部长职位的时候 也许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谢谢